大家好,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中山兩日一夜自由行 先由深圳山口岸乘巴士去到中山國際酒店下車 這是總站,可以在下車的地方乘26號巴士 13個站後去到英聯時代廣場下車 再走380米左右 到這間叫鄭曼記 今天約了一個朋友 帶我去鄭曼記去喝茶 這間酒樓位於中山五路中潤廣場 因為疫情幾年都沒有回過中山 現在回到中山看看這裏有什麼變化 當然要吃東西看看這裏有什麼好吃 這間酒樓都算是裝修得不錯 入門口的左手邊是一個廚房 然後這邊就是一邊的茶樓 剛才進來那裏會見了一個茶王廳 他們的酒樓都不錯 因為每一張桌子雙格都有些距離 沒有那麼濺的 那些點心都很多元化 但是都不便宜的 先來個芋蓉花枝麥魚餃 之後這個金魚餃做得很好看 叫龍龍金魚餃 它裏面的餡料有菜有肉 那個粉皮做得很好看 這個就是海膽金山紅米腸 他們很流行都是吃紅米腸的 出名的 而這個叫做木薑子精排骨 排骨很好吃 這個檸香精脆肉滑味很好吃 而這個時候就有一個叫粉角燜鴨 我見很多人都叫了這個蔥油撈麵 我又叫回來 三個人賣單大約是207元 今次我就是訂了這間橙果酒店 如果由茶樓去這間酒店 我建議打車都是十幾元 它是位於其崗邊 對面是一個公園的 本來用203元訂到這間房 原來一間更便宜 這間橙果酒店公園是2021年裝新的 相片都多深 多漂亮 而且設計新穎 我覺不及其他酒店 所以我會嫁去這間 網上的評語都是乾淨幾乎 來到這間橙果酒店 看相片好像很大 其實就是一張雙人牆 跟著有著梳化 有一個好似廳的地方 就看了一個電視器 就是一個電視器 它還有乾濕分離的廁所 有個浴缸 有個棋高 有個棋高 跟著廁所就在這一邊 樓下的職員告訴我 即時預訂更加便宜 是160元 可以取消之前的訂房 而即時再預訂 這間房間大約有315米 沒有早餐 樓下地下的大堂 這就是酒店對面的公園 這裏是沿著奇光珠面墊 它做到很六架 現在這個時間 也在開很多不同的架 這個時間是大約黃雙的時間 所以慢慢開燈 所以慢慢開燈 而樓的地案 亦是有個奇光公園 都值得走過去那邊 沒有走 不過我這次就沒有走 這裏就是富華酒店 這裏就是奇光橋 而它後面有很多身體的大廈 這裏就是以前的市中心區 不過現在的市政橋 就搬到中區 所以這裏現在就變成一個舊區 我們現在是會走去中山步行街 原來這個中山步行街 是二零二零二零天氣好的 我還未走過 看著裏面有很多歐洲色彩的建築物 這裏有個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 想不到晚上走這個中山步行街 開了燈很漂亮 挺有大上海的色彩 而這些街鋪很多都是地下那一層 就是做店鋪 上面其實沒有人住的 晚上這個時間過來打卡 我覺得蠻好 很漂亮 讓我走過一間叫肥洲美帝 已經有三十多年歷史了 就是一個大牌廠 我們今晚晚餐就在這裏搞定了 今天來了一間叫肥洲美食 主要是雞煲、粥粥 有些燒烤 看到很多人現在七點鐘 很多人都坐在這裏 還有它是會放在這裏 這裏搞定的 原路都黑沉沉 沒有什麼地方走 所以就過來這裏試試看 這裏好不可以 這裏就是啥啥雞煲 新煎熱 而且是用芽煲來煲的 很有想中菜 啥啥雞煲的香味 有些蒜子 還有洋蔥 然後就叫了一條蒜燒豬大腸 這個是黑豆腐煲 這個黑豆腐原來裡面是這個顏色 我沒吃過 第一次吃 是否用黑豆來煲的呢 我猜可能用黑豆來煲的 我來了兩隻燒雞翼 8元一隻 這個豆腐煲是28元 然後這個豬豬雞煲是50元 這個就是豬油黃鵝腸 38元 看看是否新鮮 這個豬油黃鵝腸 這個就是豬醋粉腸粥 都幾多料的 15元而已 我們吃一餐 加上喝啤酒 都是850元買單 左右 抵食 吃飯路過這間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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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沿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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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這個商場外面有一個地方 就是做到一絲兒童樂園的設施 有很多機動遊戲 加上五十六色的燈 晚上特別是上眼 還有很有歡樂的氣氛 就走到橙果酒店大約15分鐘 這裏就是奇江的夜景 這邊看過更漂亮 我們沿著其中一邊走到酒店 看到這個夜景才是很漂亮 公園都用了不同的LED 打出上去的樹棗會是這樣的 所以你一路走 就會一路變色 是五眼六色的樣子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突然的 晚上走到這裏也是很舒服 還有有些燈都打到靜下上面 做到每一區都有不同 好像這些是琴弦一樣 你走上去會變色 還有有音樂 然後旁邊這裏就是一個鋼琴門 然後踏上去會變色 然後踏上去會變色 讓大家記得看到這裡 kouli 進去一次 走進去 了一個大小小小小嗎 然後走進去 再走進去 自成功 像兩個大小小小的地方 而我覺得這個是走進去上去 這個地方我覺得這個位置更得上美 它打開分子上,一來發光,二來好像一個個小金泡在上面發光 所以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好,好,好 很快就已經到酒店了 今天就說了這麼多 明天我們再去其他地方玩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拜拜